教育生態千奇百怪 家、學校成為鬥手牆 怪獸 我們不是怪獸 主持屈永賢、張碧妍 繼續請我們今天的嘉賓 茉茉金教授講講學中文的故事 原來學中文除了我們可以跟小朋友講圖書 學中文之外 好像我們剛剛新聞之前 也播過《何家公雞》《何家猜》 我們那一代一定懂 唱首歌都可以 是呀 其實是否聽這些儀歌 又如何可以學中文呢? 茉茉教授 是呀 非常 其實因為這些儀歌 通常阿嬤、阿爺、外公、外婆都會教 所以我利用她 她家裡已經教了的東西 即是已經有了意義 即是有意義 她有懂唱歌 即是她已經有了意義 有了音 我讓她認識 她已經認識了 如果你用了新的貨文 《李伯伯素王業》 她又沒有王業 又沒有樹 又沒有經驗 是的 那你這樣學 不如我用那首歌 我剛才說了 學2500字 這首儀歌去學 就會快很多 因為已經利用了家裡的 而有的資源 同時那首歌是好玩的 學一公雞 她是可以玩的 於是 即是她有意思 又有語音 又有好玩 即是變得愉快有效 第一 就很快可懂 第二 如果更加有效 我們就會用一種 心理詞彙的方法 例如心理詞彙 舉個例 譬如學家公雞、學家猜 教員 如果她又問她 你還懂什麼 動物 她說我懂 公鴨 你就是何家公鴨 何家猜 如果她懂 說牛 你就是何家公牛 於是 你會把詞彙 代入 她能夠說 就教 立即給她 字形 於是 你便把一連串的字 都給她 一起學 那有什麼好處呢 原來人家記事 就是 不會單一個字去記 為何師傅默書 那麼困難 媽媽 就臨上學 上校之前 都要默 因為那個短期記憶 通常24小時 就忘記了 但是 如果我們用詞彙網絡去記 人家原來記事 是幾個網絡去記 如果她能夠把詞彙 建立成一個詞彙網絡 她就寄成一個網絡 不會忘記 因為她忘記了 另一個字 就會亂想 帶出來 那你何家公 何家公 就是整個動物世界 她已經認識 甚至 你這班同學 不可以姓何 姓陳 可以姓你 可以姓威 可以姓張 也要認識 其實這些都是日常用的字 姓一定是日常用的 所以你便認識 所以我一首兒歌 可以教很多東西 又不需要 所以很有效感 很有趣 一邊玩遊戲 一邊認識不同的字 那她一懂 總之她能夠口說 就馬上給她字 於是 這樣便馬上快 那為什麼能夠口說呢 就是她家裡 在這個環境裡 已經曾經聽過 講過的東西 那變成了 我只能讓她認識 就是三萬一時間 她我已經可以教了她 另外我不僅是 省時的教 還有就是 一個人學的東西 就是她喜歡的東西 她學得快 她生活經歷過 就學得快 但是什麼叫生活經歷呢 我們經常都說 要學習 要學習 要生活經歷 各種不同的 比如香港仔那些 她可能會 什麼菇仔 或者碼頭 或者是 紅衣服 紅衣服 是的 天水圍那些不同的 可能會輕鐵 那些 其實她的經歷 這一班學生 跟另一班不同 但是怎樣證明她 她可以 對某樣有經歷呢 就是她口說得出來 就是她經歷過 她說得出來之後 她有興趣學 她有記到的東西 你給她一個字認 她便學到 就不需要 一定在一個反文 去學那個字 所以這首兒歌 就是調了很多 她有興趣的字出來 我都還給她 所以這首兒歌 其實一個星期中 可以學很多字 而且她的字 是一個網絡去記 那什麼網絡呢 比如說一例 大家聽過 開門的這件事 七件 為什麼不八件 九件 原來這是真的 我們在中國很有智慧 幾千年已經有個 心理的定律 原來人的東西 沒有關係 只是記七件 是嗎 所以我們的電話 不會超過九個字 是八個字 其實都是七的 難怪七國 都是七的 都是七個字 其實最初的字 是九個六 都是加上去 都不用記 如果多的七 就要分組 例如銀行傳照號碼 你會發現 是分組 不過都是匯豐恆生 中銀那些 不會一大堆 你要抄 你不會記到 你不信 你自己回去看看 所以 就因為你記七 所以你輸到第八 第九 他都不懂 但如果我用網上去記 就可以記七個網絡 所以你一個厲害 教學有沒有效 就是這個老師人 就懂得教 如果我用網絡 網上去教 跟他一個 一個 沒有關係的東西 他只可以24小時 不記得 這個網絡 他記得鴨 記得鵝 記得雞 之後 重新組合 就很容易記 所以第一 要用心理智慧去記 第二 要用網絡去學 第三 他有經歷的東西 這樣就懂 為什麼要去無緣無故事 用普通的英文學 其實 他學了公雞 他就學英文字 一樣 其實 因為他真的在腦裡 散擊學長 他的意思是同一個腦的部分 他不會說英文腦 分中文腦 不是的 我們不是兩個腦 意思是 意思是同一個地方 因為中文異形多 可能就追在這個位置 叫做Visocortex 叫做優勢區 英文是多些音 但他當然也有意思 和中文都要用音 不過 他真的意思的地方一樣 所以你無論英文學過的意思 或中學的意思 都是處於同一個地方 他不會分開兩塊東西 反而分開兩塊東西 就學得浪費時間 同樣 要學了兩個語言去學 就慢 所以為什麼 最好就是 用了他的環境 最好的語言 就是一件事 再補上去學 就學法音 已經足夠了 以此 牛奶不會變成另一個 你加了牛奶 其實都是一樣 所以 是有效一點 剛才所說的 第一 你要用一個 心理智慧網絡 第三句 有經驗 第四句 好玩 這樣就很容易學 但我看到很多家長 二哥 其實真的不是多唱 很多人叫他們背唐詩 唐詩送詞 其實這樣又行不行 唐詩送詞 也不是不行 或者我們說 其實小孩子不知道為什麼 極限的例子 例如你有人學 有些甚至有幼稚園 背千字文 論語 孟子 遞子規 遞子規 遞子規都可以合理 因為他可以當得慾教 但要論語孟子 或者千字文 浪費時間 浪費時間 因為千字文 是清代以前的常用字 是 天地願望 宇宙洪荒 其實都是同意字 天地等於願望 宇宙洪荒 其實 因為當時他們要對對 考狀言 很公明 他不需要生活上的東西 但要懂得對對 所以他要懂很多的運 等等 所以要懂這些常用字 但是我們不需要對對 所以你教一些東西 只是教了一個音 又不教字型 不教字義的時候 你以為他將來會學回這個字 哪時候會 有多少人讀中文 你們可能會知道 威榮言讀中文 是的 但他不太多 所以你不可能會教一些東西 將來都不學 你用了他的時間去學 論語孟子 我寧願讀手儒歌 我真的懂那個字 所以這就是用音來學 即是不理會意思 不理會字怎麼寫 只是背了一首東西 所以有教學字 有三種方法 用音來學 就是背中的 你不知為何 這些是最無效的 最浪費時間 很多人都是這樣 是的 兩歲式背三字經 凡你推舉這種方法 人家一定是中文 因為他將來是 他後來做了中文 但不讀中文人更多 失敗的人已經沒有聲響 你明白嗎 中文教授 我以前都這樣背 當然是他唯一一個教授 有其他教授 即是成功人只有一個 兩個 98個已經不讀中文的人 已經討厭了 離開了 所以這種方法 只不過是那些 成功人士 很片面地告訴你 他的學習的經歷 他沒有講到失敗的人的經驗 所以用音學 其實這個不是很有效的 特別中文不是拼音的文字 挺誇張的 認為 students 於是一級不 знаете 畢竟子 摸著一半 simplement摸著三個字 現在這些小孩� bull延 超成支持 肯定會集合 總會痛恨 現在他們一生都沒有診 就是這個人 連有幼稚園也沒有中文科 都是因為當年也是這樣Menet lit 現在有幼稚園也沒有中文科 所以yinet 為什麼主題就是不夠中文的 我告訴你,全球很好笑 沒有中文科,但我們很多小朋友都有功課寫中文 很隨便,因為主題裡懂得有字 其實它沒有系統學的 它是教主題的時候學中文 所以用音去學,很快就不記得 用形去抄寫會令你討厭和很痛苦 所以用意義帶動形音是最好的 所以用意義帶動形式的意思 學習的形式是最快的 而且會永遠記得 那我如何處理寫字的問題? 剛才提到的,其實你不需要寫中文字 我們只有四百多個部件 你只會寫這四百多個部件 一拼合,就等於一路字母會寫 我一直以來沒有用過這個方法 我們正在推薦這個方法 你說到幼稚園、抄寫 其實對於很多小朋友來說 也有很大的抗拒感 例如有些人說 K2開始寫過一字 但過幾個月已經寫過重字 一些很深的字 你會覺得是否應該有這個弱進 還是不要那麼快學一些 那麼多不劃的字 其實沒錯,字應該分兩類 一個認字,一類是寫字 認字越多不劃,越容易認 越多不劃,越多不劃,越多不劃 例如雞鴨鵝 每個人都吃過 所以你可以讓他認 但寫雞鴨鵝,他就叫救命 難寫 所以如果你只要分開兩堆字 認字可以無限大 他都很興趣 你看看他百多嚕 你讀完整個食物 他都很興趣 但他寫的問題 所以你寫的問題 只要選擇 我剛才所說的 你可能選擇 剛才所說的 有七十七個部件 互聘,它便有1200天 他便會要和現身 你才學給這七十七個部件 他便便容易寫 容易學 你不需要寫那麼多不劃 因為我聘,你都可以 所以我拼幾個 所以我要分兩類 一類是寫字 一類是寫字 認字可以無限多 也因為不劃越多越容易 因為所有的象形字都不劃多字 所謂不劃小字是最難認的 你看看知乎者、爾元載 全部都是那些 什麼意思? 字字 全部都是不法小的 所有開字都是七八以下是難的 所以以前人用寫字開字 為什麼學生學得那麼慘? 你當然用不法小的字 例如上大人孔月記 不法小 但解不了 上大人只是說上姑有個很重要的人 因為有人叫孔夫字 但你不如教他雞鴨和 你說他容易記孔夫字的雞鴨和 當然容易學雞鴨和 因為以前 誰叫孔夫 所以現在你用上大人的教育不壞小 但他不能解釋 但你加上外認字就無所謂 所以上大人的教育是用寫字來教育 是 認就可以很深 寫就可以很淺開字 可以很淺 而且可以用實字開字 不一定要虛字 包括小字多數是虛字 是 你知乎者 被你寫都解不了 知乎者是代字 所以內詞很難解釋給你聽 是啊 所以整個學生是相當混亂的 因為對於字和教育法不清楚 所以正如謝教授所說的 最重要是和生活有關聯 但我覺得原來我們為何中文不討論 也算是學得不錯 因為我們小時候聽兒歌聽得多 還有媽媽說那些 搖搖搖搖都愛婆喬那些 說得多 好 繼續回來 對呀 我們不是怪獸 直播室 又是我永賢 我張秉賢 還有我們今天的嘉賓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總監 謝錫金教授 我們說到現在的小朋友這麼抗拒中文 其中一個原因是 剛才謝錫教授也有說 原來小朋友很流行 一學中文就要抄寫 而抄寫是令到他增加抗拒感 對呀 我看到很多幼稚園 其實很小時候已經開始寫字 其實教育局都有規定的 幾歲寫字 但我想很多人都偷報 就算學校不寫 家裡的媽媽也會買些東西給他寫 怕他辭息字 落後於人 這個其實是否謬誤 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有一件事 早期理論是大肌肉、小肌肉 即是手指中的肌肉是小肌肉 手腕、大肌肉 即是說如果發展得好 就可以開始寫字 這也是合理的 不過一般來說 家庭很少有一個儀器去測 其實有的可以測 但在身體的結構去看 這也是對的 但最適合的其實是這樣的 學字本身叫做 Emergent Literacy 即是讀寫文法 寫文法是這樣的 通常會圖鴉開字 亂寫字 是的 寫寫一寫 於是它會畫直線 至於橫線 第三天 它要開始 是中文 英文不同 中文有所謂的方塊字 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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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開 都很像頭畫 也是一粒一粒 而它有方塊的感覺 即是它開始發現 中文原來是方塊字 有英文不同 有一個圈一個圈 因為是ABC 左到右蟊 中文是一個方塊字,是獨立的 有方塊的感,於是他最初叫做乾毛 所以你不一定要一向很正地教他 乾毛就是當畫畫,他都會寫到他字 雖然他不漂亮,可能要駁筆,但要容許他,這是他的興趣 他一定要用一支毛筆,從左到右,從上到下 可能由下到上都未必 即是不順暫時不用這些字 因為初衷是讀寫文化期 他是乾毛,即是當作畫畫 我們有很多怪獸家長,就是因為他不順暫時 有很多爭拗 為何是右至左,左至右 文化之後才會做 你剛才問我們何時開始 當他能開始乾毛時 他對於字有感覺,想是差的時候 你就可以被他寫 因為他不僅是大眼肌肉、小肌肉已經準備好 還有他的興趣和角色 即是他的感覺 已經出來,他就會想學 那時候你給他,你不教他 他也會學得好 通常是幾歲呢? 通常是三歲,兩歲多已經開始 但是你不要寫得多 寫得多的話,他會很累 還有沒有興趣 他的乾毛,他會很深地自己寫得到 到慢慢,你才開始引入 如果他把字的整體形狀、部件、形狀、筆畫、筆順 稍後引入,其實很快學 因為他記了一些規律 而且你要解釋給他聽 很容易,一定要用毛筆才能解釋到 用毛筆才能解釋不到 例如畫一個口字 一、二、三 為什麼不是四畫呢? 你問任何細厚嘴,他都會說四畫 嗯,可能在他的角度是四畫 有四條線 對,因為現在的筆畫和筆順 是無筆字的 因為口字的彎勾 即是一動一個彎勾 因為不漂亮,所以要變成一畫 否則兩畫,就變成釘頭不漂亮 所以變成三畫 其實是因為毛筆不漂亮 而變成兩個彎洞 第二、第三筆變成一畫 他永遠不明白 但你用毛筆一畫 他就想知道 為何他用三畫 原來是因為這個畫不漂亮 但為什麼由左至右呢? 因為毛筆用右至左,便會變成垃圾 即是原筆的話,由左至右就可以了嗎? 那又沒有由他 因為他才會罵他 他才會怪他 但你要這樣解釋 為何不能由下至上 因為毛筆寫不了 硬筆也可以 如果我教印度人馬斯坦人 真的由下至上 因為那些烏圾 那些阿斯坦人 是由下至上 右至左 他學圓圈容易 學橫直 因為教外國人 跟中國人不同 所以 你用毛筆一示範 看他會明白 為何由左至右 由上至左 因為他很適合 而且筆畫的數 原來是毛筆 所以他永遠不會不明白 如果用毛筆 好了 所以 那些包含不信 其實是死不了人 其實錯一點 其實他寫到便是 不要這樣拆 即是偶然錯 不過你告訴我 都是這樣對 但他寫了之後 你不要說錯 其實本來 他有硬筆寫到 寫到出來便沒有錯 其實台灣、不信 香港、不信都不同 很多字典都不需要 是嗎? 當然 所以為何家長和先生 經常吵架 因為大家拿著不同的字典 但我又覺得 你要我家長 自己本身懂毛筆 也有些難度 無不知 他也用過 在小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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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用過 是嗎? 茶蜜糖 是嗎? 說笑 不過 如果你要教他明白 是要用毛筆才能教 那小朋友 會不會可以開始 他也寫毛筆呢? 其實可以的 當然你不要正式用毛筆 因為他本身畫這個粉彩 水彩的時候 其實他也拿過 但你一定要用正式 執筆的正確方法 就比較難 但剛才解釋 你解釋給你聽 用毛筆解釋 他就會明白 加上去明白 不然你永遠都會爭到天亮 其實你知道的秘密 原來是來自毛筆 你就很簡單 你還要明白 為何變成 為何那麼難 四畫變成三畫 就是這樣解釋 所以 八畫 其實是應該要教的 因為已經成為一個文化的習慣 但他有時偶然錯了兩個 又不需要打他 因為他已經寫出來 那一句已經出來 即是說他寫得到 從形來說是對的 如果他不讓你看 你不知道他的過程是錯的 但不等於 小哥說 又折了又左右 又是一定錯的 其實不一定錯 因為硬筆是寫得到的 是 當然我建議 跟著有一個次序 其實應該幾多歲 才是真正開始學寫字 如剛才所說 剛才 當他已經在一個圖畫畫裡 他自己說過 叫做文化出來 他自己已經開始抄 你就要教他 可以教他 因為他已經很有興趣 學 你不用逼他 因為不需要逼他 只要幾十年去學 但他一興趣 你不能停止 他自己想學 那時候 你就會教他 但我們通常見到他懂得寫 很著弱 他一陣子 但如果你想學系統的教 你都不用太心急 你先跟他說話 跟著說故事 跟著就讀故事 因為他要對那個印刷體 發生興趣的時候 他就會寫得好 他有興趣 他對那個字 還未產生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他不會很興趣 所以為何是零到三歲的階段 由閱讀帶動寫作 寫字 他不可能 不要閱讀他寫字 是 他一定要由閱讀 對那個字 成為了生活的一部分 他知道他出街 要踏地鐵 要看那個字 走路他要懂字 他自然要寫 他自然會有興趣 因為他知道 他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 反而他家裡多 零到三歲 講故事 讀故事 於是他有文法 於是就開始教 教授先認字 先有寫字 還有常用部件 這樣就很快 剛剛謝教授也有說 原來寫字 讓他大小肌肉 都掌握得不錯 就開始寫了 不然我們小時候 立刻抓住他的手 希望他一聲 寫一些很艱深的字 說到譬如唐仙 他基本上一說話 我們就想他背 但原來又說 其實有時候背一些 沒什麼意思的東西 又不是對於他來說 有這麼大的幫助 其實我想問謝石金教授 我們在什麼情況下 才叫他背這些唐詩 或三字經 回到學後 通常都不背東西 對 你不著重背中 其實有個學友 都不是背 不過我想有些學友 太害怕 背也有意思 如果背的東西 他也有興趣 也有明白 譬如舉個例子 你說 我叫我向天歌 他是明白的時候 大概也有意思 於是你背這些就對了 或是你背李相仁 當然不行 他根本不明白 你是不可能 即是你背木蘭茲 他能明白就OK 譬如現詩都還可以 因為他的故事 是特別 你沒有愛 你很想他早點 因為他不抗拒 而且運氣比較近 所以用普通話讀就很辛苦 因為普通話不抑運 很多時候 唐詩不抑運 因為普通話是比較新的近代語言 廣東話反而抑運 很多唐詩 對 其實很多家長也有個謬誤 覺得 我小時候要是學英文 要是學普通話 其實廣東話才是我們的中古音 才是古典的音 我們經常都忽視了他 對 所以你背唐詩用廣東話讀 很漂亮 而且是抑運 所以如果他有興趣 有意義 可以背 還有很多唐詩 他已經配了一些歌 很多人 你背了歌 出了歌 背又會好 所以背不背 還是背多少 還是背哪種 譬如剛才華盛雄提到 是否應該背種 以往的課文 老實說中文都不通 就是背 因為他根本是學壞 背的意思有兩個原因 第一 你很欣賞他 你又明白 第三 他本身是典雅的語言 真的是泛文 你不是那麼短的叫人背 背壞了他 因為他的中文學差了 他不是好的語文 所以背是要選好的 好的泛文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大量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背還是有用的 不是說不背 而是背什麼 背當時 何時背什麼 我想回應 譬如葳榮言所說 原來廣東話 是朗讀一些古詞 其實是更好的 反而我現在回想 很多家長說學中文 就應該 學普通話 學普通話 由嬰兒班開始 我們有個家長的兩男生 他選英普班 還是英月班 因為始終流普通話 說出來 就是能夠寫得到 是否這樣學中文 會好些 其實謝教授 會不會有很多家長 像我們那樣 帶了文號 走來問你 有的 差不多 你每次說錯 都必有一條題目 就是 究竟我小朋友 要兩文三語 的時候 應該什麼時候開始 怎麼學呢 不過 一向 其實全球的經驗 都是一樣的 其實你的語境 和家庭語言 就是家庭語言 是決定一切的 嗯 因為你的理想 還是理想 根本 如果你家人 說廣東話 那你就先說廣東話 就先教了一個語言 那他的意思 和他的發音 他能夠掌握到 於是你加上普通話 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去特別 說普通話 因為普通話 你就沒有了意思 以及沒有了經驗 全家的經驗 如果家庭本身 普通話 當然就沒有了 但是廣東話 你一定要先用廣東話 例如我講一個故事 用廣東話 可以和他討論一段 深層次的討論 但是普通話 你媽媽又不熟 小人又不熟 大家就相對無言 很多時候 我看到很多課堂都是一樣的 老師就慢地朗讀 朗讀 讀完後 就教了一課書 但是如果你說廣東話 可以有很多問題 可以討論 可以有很多情感 其實你到最後十分鐘 將課文朗讀回普通話 就行 如果再不成功 你便要錄音回家聽 其實這樣就解決了所有事情 這樣就變成一個深層次的教學 但是如果你去搞一個語音 普通話只是語音 它不是另一個語言 另一個就是 廣東話是否很粗皮 不是一個語言 其實這真的是天下的笑話 其實廣東話是語音 其實一直以來 我們一般人說的說話 都能寫下來 是詞彙上不一樣 比如說雪糕和冰淇淋 其實沒有什麼不同 我去沙田 我到沙田 是一樣痛的 因為北京人都是 我去天南 我去天南 要痛 因為我有十幾個博士生 他有很多歌 都說是對的 所以以往的先生 其實是有一點點不同 所以我們廣東話 其實我們能夠說的 如果是雅然 雅然 雅然意思就是說 我們平時說的說話 即不是地盤三次經 或者我們通常 如果我們多看書的人 都很雅的 都寫下來 以前我們中學的同學的笑話 就是粗口在池海池園 找得回 是的 其實廣東話也挺古雅的 是的 所以廣東話 比如我和你現在聊天 都寫下來 其實都在書面語 在詞彙上不同 所以不太擔心 所以如果他懂得說廣東話 其實他的語法已經解決了 他寫不出文字 是不夠字詞的 只是沒有信心 經常有人告訴他 你廣東話是不是書面語 那些 我相信這個人是普通話人 正如他說 說普通話人 是不是寫得出來 也不一定 你試試北京的司機樣初 他寫不下來 他那些 是說普通話一樣 是嗎 所以其實是 是說一個人的修養 其實沒有關係 他在說那個 是甚麼的語言 那作為一個幼稚園生 他有沒有足夠的能力 去駕馭到這個 英普班 其實如果他 由一個語言 帶入切入 便可以的 比如舉個例子 我剛才說過 我唱一首 如果何一功雞 唱完之後 再唱普通話 其實他可以的 而且他在遊戲中 去學習 他不是一個背重 整篇文字 即是他能夠 有足夠的注意力 和參與力 他就可以學習 如果他覺得很悶 不想學 你轉頭 你就會停止 所以你由一個語言 我們叫做 transfer 這個轉移到 但他很快 但你用一個 他不懂的語言 去學習 你根本的語境 就會變成一個 很辛苦 和很慢 所以他學到 譬如說完故事 你可以大一點 比較少用普通話 浪讀給他聽 或者唱歌 又可以用普通話 去唱 他就學了兩個 是 我們叫做 雙方言 自己的英文 有一樣 比如說 你可以說完 白雪公主 生日小豬 你長大一點 你可以用英文 說回 或者給他卡通片 看 於是他在卡通片 聽回英文 他會很快 所以你始終 學語言有一個 我們叫做 序列 即是有一個序列 紅一聲 加上有些 幼稚園學法文 我可以告訴他 小朋友 他不會說話 他不敢說 他不知哪句 而且腦袋 變成雜了很多東西 這個 code mixing 即是他那個 詞彙的一個混雜 最後也想問謝教授 為什麼我們現在覺得 小朋友那麼害怕中文 又或者為什麼 學得的能力會變差了 會不會因為我們太花時間 去搞他的語音 會不會因為我們太花時間 去搞他的語音 又或者一些什麼 我到沙田去 或者我去沙田 即是本末倒置了我們教育 計算了語法 那些意義 對 其實沒有語就不用學語法 不用 因為我們叫做雜德 其實常常生活中 譬如電台 都很文雅 其實就不用學語法 但是字 因為中文是 剛才講過 跟英文不同 你真的要學 所以現在有些學校 他用的學法好 很多師傅人都很開心 有時候問先生 有沒有墨書堂 想墨書 因為有些新 最墨書很開心 不一定 以前這樣抄抄寫寫 也不一定 整個來說 其實就是教學法 和教材的問題 如果處理得好 其實這個是可以很開心 學得很快的語言 所以原來學習中文 也可以愉快學習 是的 還有中文 也有相對的 很大的優勢 在世界上 是的 今天謝謝謝教授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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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